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带给大家崩铁杀金角色攻略 杀金前瞻解析技能机制配对于气功追抽取建议攻略崩坏新穷铁道 作为第四位出场的限定五星生虫位 同赛道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杀金在保人、输出、辅助等方面都有哪些机制呢? 视频看完一定会有收获 全篇没有废话,请放心使用 前瞻直播演示的信息很清楚 先简单快速梳理一下杀金的技能机制 杀金的战技可以给全队提供一种特殊的护盾 这个护盾是可以叠加的 并且持续回合和叠加上限应该不会很低 另外带有这个护盾的角色射到攻击时 可以帮杀金叠成 也就是左下角被称为盲住的充能点 两个2.1新角色都离不开叠成 策划看起来对叠成的设计情有独钟啊 叠到基层时杀金就会施放追击 这个追击看起来攻击段数不少 也会具有不错的削热能力 并且追击还能再次为全体角色叠盾 叠加多少盾量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能够刷新护盾的持续回合 所以在实战中除非生存压力特别大 杀金应该不会很频繁的使用战技 就可以保护全队 杀金的大招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是随机点数的盲住 也就是随机叠一定陈数 并且可以暂时溢出少部分陈数 第二个是单体攻击会造成一定伤害 第三个是给目标施加一个debuff 角色攻击他就会有暴击伤害提高 熟悉托怕的玩家都懂 这个debuff就是简单的暴伤提高 所以整体看下来可以一句简单的话 来概括杀金的特点 那就是有不错的担保能力 不俗的输出能力 以及差点意思的辅助能力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 前瞻直播没有提到解控的能力 反而一直强调闪避 所以大胆猜测会在某些地方得到弥补 不然一个2.0的线5生存位 连解控能力都没有 岂不是笑话了 配队方面和其他限定五星生存位一样 杀金单保一队的能力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任何需要生存位的队伍杀金都可以进入 杀金队伍的一击线会非常高 只要不是boss高伤害的单体攻击二连洞 整体队伍都会一直处于杀金护盾的保护下 打起来也会非常安逸 除了在通用阵容里发挥保人定位之外 杀金还适合进入追击队中 左脚踩右脚 如果追击倍率足够 自拐足够强 那么杀金自身打的追击伤害也会非常可观 当然这一切是基于数值足够慷慨的前提 另外从前瞻信息来看 杀金的辅助增益能力不多 这方面做得最强的当属霍霍 大招群体充能和加工 一命的加速等辅助效果拔群 生存位的设计一向都是注重差异化 避免数值膨胀的 不可能在生存输出辅助等所有方面实现全面领先 所以杀金也不会例外 一切方面 外圈主要有两种配装思路 由大火自身需求和炼度决定 第一种是偏向输出的配装 可以选择死水四件套或者死水二加追击二 新一期的磁条数给得非常慷慨 增伤和双爆对输出提升较大 在生存足够的前提下炼度配置高 想让杀金打点输出的玩家可以参考这种思路 否则还是建议选择偏向保人的配装 比如圣骑四件套 增加防御力和护盾量 做好自身本职工作即可 内圈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同样是输出项 使用停转套 继续补足暴击和增伤 第二种是龙骨套 比较常用 增加自身效果抵抗 并且为队友增加暴伤 第三种贝洛伯格 则是单纯的保人 都有小伙伴刷了很久的魔女宇宙6 可能出的停转套全是垃圾 相反出的贝洛伯格 有不少极品的防御双爆 这个时候选择这套仪器也行 仪器组磁条 输出项的躯干选择爆伤 鞋子选择防御或者速度 球选择虚速伤害 绳子选择防御 保人项的鞋子选择速度 其余全部选择防御即可 建议大伙多留几趟 面对不同的环境也方便更换出装 光追方面 除了专武外 五星光追 浮旋专武和黑塔兑换光追 都跟生命属性挂钩 不太适配 被建议杰戈的专武 制胜的瞬间 增加防御和嘲讽值 保人能力强的同时 高白值也能提高杀金的输出 四星光追 制造命运之线 增加效果抵抗 防御力转增伤 适合输出项的杀金 弥补匮区区 宇宙市场趋势 增加防御 兽机给敌人施加灼烧debuff 可以给黄泉叠成 配合黄泉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我啦 增加防御和大招伤害 输出型光追 朗道的选择 增加嘲讽和减伤 有很强的保人能力 余生的第一天 增加防御和全体抗性 也是单纯保人的光追 但比不上朗道的选择 另外 新四星光追 两个人的演唱会 也是一张存护光追 但还不清楚具体的素质机制 版本更新就放出来 像必杀金也能用 抽取建议 杀金有较强的保人能力 不俗的输出能力 差点意思的辅助能力 如果你没有两个 及以上的限武生存位 还是推荐抽取的 限定还是比免费好用 想抽霍霍浮选的玩家 也可以在2.1下半 先看看2.2前瞻公布的 卡池复刻情况 再做考虑 关灯 请不吝点赞好 下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